Hello,大家好,我是一厢好居负责洛杉矶的顾问 今天由我来给大家进行的Plaza公寓的VR看房讲解 公寓建于1985年,位于UCLA附近 步行到学校大约需要15分钟的时间 这个公寓非常受同学们的欢迎 因为它位于Westwood的区域 周边有非常多的餐馆和便利店,生活非常便利 公寓一共有四层,有120个units 我们一起去内部看一下吧 这里是公寓的大堂 有电梯,方便大家搬运自己的行李 也有很多座椅,可以进行休息和整顿 公寓还有自行车停车场 方便大家存放自己的自行车 还有快递柜,可以存放自己的包裹 这里是公寓的洗衣房 有多个洗红干机可以让大家使用 公寓也会进行定期的消毒和清洁 然后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公寓健身房的情况 健身房里配有跑步机、椭圆仪、瑜伽球、杠铃等设施 这些大家都是可以去免费使用的 除此之外,在公寓顶层的天台 还有休息区和SPA池可以进行休闲和放松 然后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公寓室内的情况吧 这是公寓一臂一臂的户型图 也就是一个卧室,一个卫生间,一个客厅和一个厨房 在美国这种户型称为1B1B 就是one bedroom and one bathroom 一进门的左手边就是厨房的区域 厨房的设施是非常齐全的 有冰箱、灶台、微波炉、洗碗机等设施 可以方便大家日常做饭 客厅区域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购买置办家具 比如可以放上沙发、电视、茶几、餐桌、椅子等等家具 在美国大部分的公寓都是没有家具的 所以大家需要自己进行购买 当地也有非常多的家具商可以选择 所以购买家具其实也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我们再一起看一下卧室的情况 卧室内有一面比较大的窗户 可以进行采光和通风 也有一个非常大的衣橱 可以存放自己的衣物、行李箱等等 卧室旁边是洗手间的区域 洗手间的设施也是非常齐全的 整套一臂一臂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入住一到两名同学 可以自己寻找室友一起合租 然后一起购买床和桌椅这些家具 公寓除了一臂一臂户型之外 还提供二臂二臂的户型 就是两个卧室、两个卫生间、一个客厅和一个厨房 二臂二臂户型更适合多人合租 人均的房租也会更低一些 另外关于公寓的宠物政策的话 是可以养猫咪的 所以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宠物带到公寓一起陪伴大家 以上就是本期VR看房的全部内容啊